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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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五四运动中间却留下了一个大的隐患 大家一听我说这句话就会想这个大的隐患一定是五四运动过分的强调西化 而没有强调把传统的继承下来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不重要这个太表面谁都知道但是五四运动其实最大的问题和错误就是实际上分不清楚其实我们所说的西学根本是两个学问 一个是跟我们老特日本啊 一个是跟我们的传统同样伟大了另外一个传统第二个是对于自己的传统进行的否定以后在西方先发生的现代化 西方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它先行现代化 而不是因为它的传统优越于中国的传统 结果我们在武士的时候就分不清楚这两个东西 以为要想使国家富强 只要学习西方的传统就好了 这一下就等于对于自己的传统在否定的过程中间 又拿来了另外一种传统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一个过程中 当然一方面我们也同时学习了现代化 但是更多的是学习了另外一套传统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回顾我们文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在座的人跟我跟我的老师一样 我们已经有五倍人 已经无法回到自己的传统的根源了 这就是我们遭遇的情况 我今天不是来跟大家回顾历史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那么我要讲就是我们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呢我再讲 为做这件事情我做了一个演讲的准备 我把它简单的告诉大家 就是在五年前我们就开始要想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艺术的讨论 叫做世界艺术史大会 每四年一次 很多的专家几千人在一起 讨论我们过去的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 它是通过讨论艺术来完成的 然后再展望我们未来怎么来发展 这个就是这个大会 但这个大会从1873年以来啊 一直都在西方的国家召开 即使离开欧洲或者美国 也无非是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的文化传统国家 总监召开 那么呢东方呢 有一些国家也争取过 比如日本 它争取了很多年 但是它还没有成功 于是五年前呢 中国加入了世界艺术史大会的组织 作为国家会员 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争取啊 把这个会议能不能开到中国来 结果呢我们呢就采取了一个合适的 或者说正确的策略 就是我们不间断地向全世界表明 虽然我们今天也学习了西方的艺术 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叫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是法国或者更早是 意大利发展起来的一套教育制度 这个制度是专门培养像达芬奇这样的人 像罗丹这样的人的地方 而不是培养八大山人和奇班师的地方 就是如果在美术学院用这样的制度 是不可能出八大山人的 只能出达芬奇 当然出达芬奇也很好 我希望在这个学校的学生 都能够成为像达芬奇这样伟大的艺术家 但是如果不能出八大山人 我们是否也觉得遗憾呢 但是这个遗憾的话已经成为事实 而且这个事实在近期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就是我们无法会想象 我们现在美术学院不办了 会另外一种方法来培养艺术家 这样一来我们的 其实就有一个重大的麻烦 这个麻烦就是我们不得不反省 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这个失去的东西既是我们自己的传统和中国的损失 也是全人类的一半损失 对不对 本来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遗产 结果有一半还在被继承着 另外一半被压制和遮蔽了 因此我们就强调 如果我们要做艺术史大会 我们是否应该把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间的艺术史 拿出来 同时来对比 看到它的差异 这个差异很快就被揭示出来了 这个揭示出来的道理正是小勇刚才说的 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规范理性和认识对象的系统之前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我们的艺术正是使我们的独一无二得以承载 得以表达 得以寄托和得以发挥的机会 如果我们把艺术只是看成一种规范 只是看成一种事业 那么艺术只是一种职业而已 而艺术本来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只要用他的身体 或者他能掌握最简单的方法 能够借助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能让他摆脱局限 这个局限有社会的局限 有政治的局限 有你个人促进的局限 甚至有你自己身体的局限 更多的 更复杂的 更重要的 就是知识的局限 书本的局限 思想的局限 使得每个人变成他自己 那么这就是艺术能使人自由的手段 那么这个活动在历史上是怎么被安置的呢 它就安置在一个叫做书法的活动中间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艺术学院的系统 它培养人的时候 它是以希腊的精神 以这个理性规范来培养艺术家的 但是在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系统 还有另外几个系统 那么它是从 就是人的个人摆脱世界 脱离生活 超越现实 来达到个人独一无二的自由 作为它的做艺术的理由 如果这样的理由能够变成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机会的话 那么我们每个人就应该在 拿住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本来想在这儿来说明的 或者说我曾经领导的一个团队 通过五年的争取 终于说服了全世界的专家 他们是法国的专家 德国的专家 意大利的专家 墨西哥的专家 和巴西的专家 刚才能说到巴西 他们都支持说中国人说的是对的 我们去中国开下一届大会吧 所以我告诉大家 2016年世界艺术士大会 第三十四届将在中国北京召开 谢谢你们给我苦力 因为我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间 应该说极尽了全力 因为我是这个申请团队的首领 那么也遭到过各种各样的误解 攻击和批评 尤其是当我们已经初步申请成功 还收到了英国国家艺术史学会 因为一个政治事件 提出来取消我们的申办权这样的危机 但是通过我们何时的努力 都一步一步的越过了这些问题 所以在柳伦堡当我接过会议的旗帜的时候 那么我就表达了 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事情办好 我当时好像觉得也只能说一句话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Welcome to Beijing 对我跟大家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到了台下就有一个声音 在我耳边说 说虽然你为自己的国家的文化 在开疆壁土 小心在朝廷里有人要你的人头 那么我当时觉得没这么严重吧 因为我毕竟是用我的努力 为我们现在刚才我谈到的问题 在做一个顺势的工作 我也没有遇到朝廷要我的人头 但是却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就是我回到国内以后 这个学界的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包括美院的一些年轻人 就对这件事情采取了高度否定的态度 他们认为我们今天 我们中国是最伟大的一个文化 那么我们呢 不应该就是去跟外国人再去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只要有足够的自信就够了 那么我想他们的意见和心情我都能够理解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中国 做这个文化传统的研究的时候 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报复 也不是说要去在世界上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 因为随着国家的强大 大家都很关注中国 我们之所以申请成功 其实一个重大的背景 就是全世界的学者都希望重新认识中国 他们有兴趣要到这边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任务 其实今天已经不是仅仅的去弥补缺陷 主要的还是要引领世界 哪怕是在很小的一个点上 做一点点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最近 我本来要报告的是 我在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 是因为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做了一个艺术的理论 叫做本体艺术 他就提出来艺术有一个用处 就是能够使人美好 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规则 从而有病的人就变成一个没有病的人 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 他把艺术看成了是一个心理分析的手段 是一个救治天下人病痛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想法 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个悲悯之心 就是对人的一个态度 但是我也很不赞成他的说法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最后的一个 就是我要讲的事情 我只要讲一句话 我就结束我的工作了 我知道你们在提醒我 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最后的我给他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 这个论文本来我带来了以后 准备给大家念的 因为我发现了自己的脑残的情况之后 我就无法再念我的论文了 所以我只把我的结论讲出来 我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而所谓精神病 所谓不正常 都是找出了一个标准 让所有各个个体 与这个标准去对比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不正常的 都是有病的 但是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独立和自由 才有他的身体上的根据